花莲博爱进行会 星期六晚间在远东百货广场 举办了疫情有平安圣诞音乐会 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时刻 可以传递圣诞平安加音 现场还准备600份餐点 还有丰富奖品提供摸彩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温暖欢乐的圣诞节气氛 花莲博爱进行会 星期六晚间在远东百货广场 举办了疫情有平安圣诞音乐会 主任牧师张牧全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圣诞晚会 向相亲分享耶稣降生的喜悦 也期盼在疫情期间可以透过信仰 让大家不要活在恐惧和害怕当中 因为现在刚好是那个新冠疫情期间 好多人里头真的没有平安 充满了恐惧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 把平安带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重新走出来 而且人与人之间有一个热肉的一个相处 更重要就是因为耶稣降生了 他来就是要把真平安带给每一个人 期待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里面 每个可以得到平安 另外就是要让花园的民众知道 真的耶稣是为他们而来的 要爱他们 所以我们办了这场音乐会 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是透过这个乌克利利的演奏 还有大人的师班 还有教育的敬拜团 还有牧师来唱歌 以及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一起投入在里面 让整个节目感到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走出那个恐惧的阴霾 重新带来温馨跟热 博爱进行会还准备了600份的餐点 让现场民众来取用 同时有丰富奖品进行摸彩 而这次音乐会特别邀请到 悠然志的音乐中心的毕度老师 台湾乌克利利乐团 北宾乌克利利社团 瓷器科大国际专班学生 还有多位大小乐手 和博爱进行会师班 以及敬拜团队来共同参与 期盼可以透过音乐歌声与祷告 来传达圣诞节平安信息 节律会欢式报道